下期去哪玩 这个季节天气仍然是十分的闷热 很多人会选择室内文化场馆去旅游 既能够清凉一下又能充电学习 博物馆也成为了很多人暑期出游的首选 山东省博物馆就是一个宝藏打卡地 最近不少人在社交平台上 晒出了在省博物馆门口排队的视频 现场到底有多火爆啊 暑期有哪些看点 我们来看一看记者的探访 视频中山东博物馆门前排起了长队 现在是上午的11点20 我是来到了山东省博物馆外的广场处 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排队进馆的游客 一直从入口处排到了停车场的入口处 排起了一个只字形的长队 那今天的天气也是十分的炎热 那不少人在这里一边排队 一边打伞吃冷饮降温 人挺多的 但是还挺想进去看看的 感觉里面挺好 就想过来看 记者现场体验 经过20分钟的排队等候 通过预约门票 检查健康码 测量体温等程序后 进入了博物馆 每年的暑期 博物馆是很多学生研学 和家长带娃的首选目的地 两个字震撼吧 觉得中国的这个文化太深厚了 太值得仔细地看一看这个 咱们山东博物馆了 讲解员介绍 今年夏天 馆内上了几个非常有吸引力的新项目 除了山东龙 穿越白厄纪 非洲大迁徙 还有非宜文化体验馆 这个展馆是老字号与博物馆的 融合创新之作 这个咱们是那个手工造 就是鲁国大鱼壁 然后这个是青玉笼 还有这个鲁颂的造型 这都是咱们山东博物馆 馆藏的一些镇馆之宝 这些都是可以在咱们山东博物馆 找到的 这些都是可以体验的 根据疫情防控政策 今年夏天 山东省博物馆 对每日最大进馆人数 进行了控制 由原先每日1万人 缩减到了每日6000人 因为疫情防控需要 增加了排队时长 建议大家提前预约 错峰游览 避免上午9点到11点的高峰时段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 为了能够多了解一下历史文化 去排个队也值 不过最近这几天天气特别热 大家在排队等候的时候 也要注意做好防守 避开高峰时段 缩短排队的时间 明天 icated